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昆仁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下在他圈上面的一个新的任务 在做这个btc的一个交互swap 呃 然后这里的话是需要要有步骤的 你自己要去download 把它点开 然后自己把这个xdefi的wallet 夹到你的拓展程序里面 那我之前加过的我就不去做了 你们自己去continue to access就可以了 然后我之前已经领过了 因为我发现不用做也是可以直接领的 然后直接就verify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 他可能到时候会check你的钱包的一个交互的一个路径 包括一些交易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下 虽然说我已经climb了 当然你也可以先climb 然后这个在他changuild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有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ZetaChang 或者说刚开始做 大家一定要去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 有之前的一些视频的链接 大家自己去操作 一定要有这个 你的discord里面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么 xdefi你安装好了之后 然后你们自己要去 设置钱包 创建一个钱包 然后这边是testnet 然后这里打开priorities 跟ZetaChang的testnet 这边要点开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到这个 这里有个testnet3 不要用这个 这个我试过了 不行 然后我直接用testnet3 我们需要淋水 需要淋水 也是说 也就是说去 需要一些测试token 这里这两个 我们之前都已经verify了 这个不用管他 他应该会自动变率的 如果说你之前都有做过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testnet faucet 然后我们把地址填进去 然后打开你的钱包 这里有个receive 然后去找到btc 然后复制 然后面提到这里 然后get bitcoin 如果说是第一次操作 一定要记得去前面的视频 去看一下整个的步骤 那可能是我的网络连接不行 我换了个浏览器 我刚刚在那个break 好像一直没反应 然后我就换了谷歌浏览器 这边的话已经有了 发了这个到这个地址 然后他这里的话是这个 它的链上确认 它一共是六个确认 六个确认 那我们可能稍微等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这钱包这里 BTC这边已经有 好像是收到了 0.024338 我们来到他的一个网站 做那个交货 那这边start testing 你们俩因为原本的传绮与 就是我 知道 现在 学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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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是要选择,选择上next 那这样子的我们就连接到了这个Bitcoin的testnet 然后还有这个XDeFi的钱包 好,这边我们已经有了0.024的这个PTC 然后我们看一下去receive 到这个 0.01 然后我们可以去跨链去交换,跨链兑换 也就是说我的BTC是在这个BTC的网站 这个链上和BTC链上 然后我直接跨链跨到以太坊的测试链上 同时我把它换成以太坊 也就是说0.01 这样子可以换0.00048 这个这个测试以太测试链 我们continue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这边就review order 我们就是0.01个BTC 然后发到 发给这个 以太坊链上的 以太坊链上的这个 同时转换成 以太坊 这些都是测试的 你不用管他这个价格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主要是测试为准 这个就是操作的时候 一边操作一边就发现问题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就经常的 这就是我们做测试的一个作用 因为他的这个整个 这个网站 包括交互 包括他的可能程序代码 都可能会有一些 而不成熟的地方 然后需要我们去发掘 我这边的话 他应该是在确认中吧 然后你也可以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以选择其他的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发到 Polygon 不成功的 我们要找到 我们要找到 我们能不能发现 我们能不能发现 这个文章序代码 我们能不能发现 这种文章序代码 我们能发现 这个文章序代码 现在刚一直这个链上确认不了 那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现在只有一个确认 那可能要等到三个确认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的一个说明说明 说是要等到三个确认 那我们等一下再试 现在就一个确认 那么等到三个确认之后 我们应该是可以做这个swap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先暂停 等一下再操作 这边等了好几个小时 中间我去做其他事情了 然后这边已经confirmation 已经六个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还是来到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可以点这里的这个Bitcoin的一个testnet 然后PTC 然后我们可以选一下 看这次能不能 能不能这个兑换成功 然后continue 然后我们的一个地址 然后review order 然后sword 好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刚刚测试的时候就一直不行 应该就是因为BTC 它的链上确认还没有到三个 所以我们就是 因为我也是在第一次操作 然后一边操作一边录下这个视频 那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这边的话都会遇到 然后我在操作过程中 然后把一些问题就及时的告诉大家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不用说在做的时候很迷茫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OK 然后这个呢就是 要说的就是你这里的这个confirmation 一定要六个 六个 一定要三个 三个以上 说是说三个以上 因为我中间是去做其他事情了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 这边已经五六个小时了 所以他已经确认 全部确认好了 全部确认好了 我这边直接交互 直接兑换就可以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等这里的一个 呃呃完成就可以了 OK 好 那么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啊 呃当然我们在这里 啊在这边 我们也已经 呃这个我们也已经用了啊 操作过了 那其实你领这个呃NFT的话 呃他其实也不会说去查你说 哎你有没有到里面去做测试 他是可以直接去领的 你在这边点一下Verify 他其实就直接变成绿色 我当时是这么操作的哈 直接去领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呃做一下整个的这个呃 按照我的这个过程做一下整个的这个呃测试 整个的操作 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查你的这个呃你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钱包地址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BTC的一个呃兑换 同时呢呃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OK好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然后还是一样大家去关注推特 关注我的推特然后我的推特的账号放在视频的下方 然后如果说你对ZETA券之前啊要做些什么还不太清楚的去参照我之前的视频我应该已经发过两个视频了啊大家去参照去完成 然后如果有任何更新或者说有些啊每天一些小任务我都会发在推文里面所以去关注推文啊关注点赞转提呃转推啊这样子的话我这边一发出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任务都会收到或者你可以加入这个呃Telegram嗯那有一些新的任务我也会发在里面OK好了那么进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的一个呃收看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